好 先來看到的是賴總統出招 真的這招有夠狠 在國慶晚會發表了祖國論之後 現在看起來中國都傻住了 中國官方一片靜悄悄 到現在都沒有回應 所以現在惱羞成怒 主好又來一次環臺經演 給小粉紅一個交代嗎 敏寬 根據陸委會跟國安會 他們的判讀 有可能就在雙十國慶之後 所以臺海到底會不會兵兇讚維呢 我們來談幾件事情 賴清德總統這次從艾魂條約 直接講明了嘛 現在中俄邊境 尤其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就只剩兩個東西 一個衛兵加一隻狗 為什麼呢 整個俄羅斯現在所有的兵源 全部都在烏克蘭了 那邊有一百萬公里的土地 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們不去要回來嗎 俄羅斯可急了 他們的外交部直接說了 沒有沒有 人家中國在二零二零年 早就放棄要追索這件事情了 沒有想到這次在整個國慶晚會當中 又引發了所謂的一個祖國論 祖國論目前就邏輯來說 就正式的一個狀況來說 可以說是四平八穩 但這次有些媒體真不開心 哇沿路都在罵 都在罵賴總統 那現在重點來了 現在重點是在於星期四 因為星期四到時候 主場會回到了總統府 回到總統府之後呢 到時候總統還是要發表 所謂的國慶演說 目前在沙盤推演是共軍恐怕會藉機 發動了所謂的利劍逼的環臺軍演 而且這次的環臺軍演 要嘛就要夠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已經很久都沒有說話了 但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今年不太對 為什麼呢 今年的解放軍呢 他們的戰略演習的一個特色 大家突然間發現說 奇怪 今年的手伸的特別特別長 各位還記得嘛 就在不久之前 過去中國他們在試射所謂的長繩飛彈 不敢往太平洋射 要嘛就是四川 往所謂的新疆射 要嘛就是西安 往所謂的蒙古射 盡量射自己的地方 各位以免擦槍走火 這次可發狠了 這次第一個東風四十一 是傳說中很久的一個飛彈了 這顆飛彈可以飛一萬四千公里 不打擊 而且彈頭可以分十顆的 所謂的分向彈頭 這次向太平洋射出去之後 先往南飛 再往北飛 沿路飛到的夏威夷東部的一個海域 很簡單的 現在已經跟美國說 不要人啊我 我這個再過去一點點 可就到加州了 結果這次呢 再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除了射東風四十一之外呢 最近的北部戰區 再次射了十多枚五千公里以上的長繩飛彈 那這個往北飛 尤其這個一飛可不得了 為什麼呢 居然飛超過了俄羅斯 直接掉在了北極海 直接掉在了北極海 是駐海邊管那麼大 先說現在越管越大了 為什麼呢 目前就中國來看的話 可能會把手慢慢的往北約這邊來伸 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 中國海警目前在南海 為所欲為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我們看到整個中國的海警 跟菲律賓的海警 雙方有時候丟繩索 有時候床在那邊轉來轉去等等的 這是在南海這一塊 結果最近北約一看聞一聞 味道不對啦 怎麼說 最近中俄的海警船居然一趟路 殺到北極海去了 殺到北極海之後 往下走可就是波羅的海了 波羅的海可是北約在北方 最重要的一個窗口 因為我們把歐洲拉成一個大的一個線形 北方就是波羅的海 南方就是所謂的地中海 目前地中海的部分的話 因為俄羅斯被陷阻 因為他被陷在黑海的海域當中 你要過整個所謂的土耳其才能夠往外走 但是波羅的海這邊可不同 所以中日海警殺到北極海去 先跟各位說 這個後面有意義的 簡單的說 目前的包括俄羅斯 包括北韓 包括中國 目前這個聯盟是越來越兇 也越來越緊 好 重點來了 十月十二號就在國慶後過兩天 前總統蔡英文這次訪歐洲 目前根據媒體的一個報導 包括了捷克 包括了法國 包括了比利時 已經都願意接待了 而且都是高規格的一個接待 但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突然間 美國 菲律賓 日本 加拿大 法國跟澳洲 這當中有一個國家很重要 叫法國 法國迎接了蔡英文總統 到歐洲去訪問 法國一趟路 千里迢迢來到了整個 呂頌島海域 展開為期九天的海上聯合軍演 那這次海上聯合軍演很特別 為什麼呢 他們在呂頌島是面對著臺灣 面對著臺灣 也就是說 如果臺灣我們目前的東南方 有發生任何的一個風吹掃動 這次就是在模擬 美國菲律賓 包括日本加拿大等等的 六個國家 全部都來 面向臺灣要做所謂的聯合軍演 但這次呢 華盛頓智庫說 中國可能不會花那麼多錢 中國如果說真的是用強攻 發動了所謂的戰鬥機的一個攻擊 發動了所謂的航母的一個攻擊 發動了飛彈的一個攻擊 發動海軍的一個攻擊 太累了 他們現在呢 北京試圖使用非軍事手段 什麼叫非軍事手段呢 這個就是孫子兵法當中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包括了漫漫長路 包括了機械中的一個幽靈等等 做什麼呢 做網路戰 做認知戰 做金融戰 這幾天的金融戰好多人就真的輸到東倒西歪啊 又請你還記得之前在中國國慶之前 中國不是所謂的漫漫大水嗎 漫漫大水灌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的股市突然間揚升啊 幾乎是六十度的角度往上噴 對不對 結果人家中國股市在休息 臺灣這些ETF在狂奔 也不知道在狂奔什麼 所有的散戶也不知道幹什麼 就開始狂追喔 今天哭了 我哭了 今天真的哭了 沒有想到中國的股市突然間出來 各位這個傳說中的一鍋端啊 所以現在呢所有的ETF跌到東倒西歪 這兩天喔 可能臺北股市 當然昨天還不錯 今天臺北股市操作難度也高 但好多人說 怎麼會中國股市這樣子吃人吃這麼快喔 但是呢 這些所謂的最新的臺海兵推當中 如果中國利用銀行 利用網路利用金融手段 第一個臺灣人會撐不住 第二個美國可能會反應不及